你们说不要浪费时间去念那个才什么职业道德 那你只要反正很简单就是诚实负责 那你只要耐心把题目看完一定是可以 这个部分一定是可以考90分 那比较担心令人担心的部分是那个金融常识的部分 那为了准备你们12月的考试 所以在12月考试之前我们上课都是要考这个上车相关的 就是我要制造这个一个线上的测验 所以那个等一下呢 今天做的就是下一单元 就是这边当然就470了 所以你这边就是这个按下去 然后呢可以把它直接贴在部落格 那这个城市嘛大概我想想看 几千行吧 有几千行可以直接就是给它贴在部落格 但你要下载也可以 然后下载下载好了 我们这个下载好了 你就按这边按这边这个下载 因为这边就下载 那你如果不要下载的话 你就是说这边有没有 反白反白反白可是好像可以Ctrl A吗 我试试看可不可以Ctrl A 可能不行 因为你会那个把这些不相干的 也会那个贴到 所以我要那个 但如果说我那个你要用复制 复制的话就是说你在这边反白带反白 然后呢你给它移到最下面 我把视窗缩小一点 然后让你们可以看到我移的过程 有没有这边移 最后的话就是斜线OL 就是这样子复制复制 那个就是从这边 style那边一开始一直到这边就结束 好了 那我现在就直接贴贴到那个部落格去看看 我要贴在那个我教学的部落格 好 那我这边就是弄个那个新文章 新文章的那个标题 再讲一次 还是有 你一定要在这个HTML模式 就是说有编码的这边才是 直接我看贴上去对不对 好 这个结束是斜线OL 是没问题 所以这准备总共几行还好 就是那个一千零 一千多列而已 一千多列 那个然后呢 你往前往前一开始就是这个style开头 那每个人呢 都是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个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这个是2024年金融市场尝试测验 那我们那个接下来考试 所有的东西都是会跟这个有关 这个前五列就是只有style而已 那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squip 大写也可以了 S-C-R-I-P-T 当然我给你们的这个就是不用不用去动他 不用去动他 好了 我这个物言好了 然后不要不要解外生枝 直接就是发布 直接发布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讲解了 那个发布的话 然后你自己去查看 查看 你查看看到的样子 就是这个题库500总共有504集 你们看到就会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这第一题有没有 第一题 然后那个一直到最末最末第500 就是491504 然后我们那个实体实际有没有 我都是只有 可是最后因为是14集 这边就是你就是按下去有没有送出答案 因为你没有答 所以分数是零分 我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然后这样这样子 所以那个好像这边有没有 471到180这个部分就实体实体了 好 好了 譬如说来我们来答一下480题 责任保险 然后责任保险所承受的责任为 那个是责任保险 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是什么责任 猜猜看是什么责任 民事行事行政 既然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应该是行事 所以我们答2看看 答2看看 然后再来答一题好了 就是责任保险 又叫做就是第三人责任险 所以答案就是3 所以我们现在只答两题的话 我们就按下去看看 所以这个9题是答对 10题就是错 如果责任保险 所承保的责任为 那个是民事责任 行事责任 行政责任 刀义责任 我想想看 民事行事行政 所以那个应该是民事吧 民事 民事 我想想看 因为就是说 你那个行员有没有 比如说 那个 好 比如说你那个 行员 民事责 然后再试一次 然后对 就是答案10 就是民事责 然后 好吧 那个 所以我就叫你们同学 不要浪费 那个时间去按职业道德 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就是要讲解 这些题目 来说 从头开始 那个下列何者不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 当然不是什么东西 不是给你投机的 当然都是既然金融市场的话 就是他有的经济目的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第一题 答案是4 然后第二题 下列何者不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工具 房地产不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工具 其他则是 但金融市场管理品质较佳是企业 所以就是发行的成本会较低 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会增加 就是较低然后较高 所以这答案呢 就是你要选3 然后呢 当企业需要资金 来进行 那个是最好不要 当然是最好不要 那个地下钱庄 然后第4 接下来我们看第5题 下列何者不是最近 半年来国内主要机关管理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 那个是对 当然不是 不是进行更严格了 你就是 所以这当然不是3 然后接下来看第6题 第6题 然后接下来看 第7题 金管会 就是金管会 第8题的话呢 就是 主管证券相关的 是就是证券期货局 尽管会有这4个局 有这4个局 其中一个有证券跟期货是在一起 然后第9题 金融检查业务 当然就是有检查两个字 所以就检查局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下第10题 下列何非属利属于哪一个不是 这一个不是 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去了解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 等一下就要去了解程式 就是我每10题 有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按键 按键就是送出答案 然后告诉你 所以前面就是10分 好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做完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去了解这个程式 比如说我这个是那个框框 框框是黄色嘛 如果你把框框呢 你要改成别的颜色 来我们按一下 按一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有style 这有一个table 这个table也可以大写 就是tab lb 那我就style的话 就是这几个都是可以大写 比如说他这边有没有 边是yellow 比如说我不要用yellow 改成是那个灰色 然后gry 也可以大写 这个部分 gry gry 然后那个等等等等的 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再来 再来看一下 那个刚刚有没有 刚刚我们再送出一次答案 有没有 可是因为你已经存起来 你一定要先重读 有没有 看一下 送出答案有没有 看一下就变灰色了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很简单 就做到这边 因为我这个主要是希望说可以帮助同学准备12月的那个金融市场尝试 那个来我们看一下 顺便来看第90题 下列合者机构可以办理特定金钱信托业务 金钱信托业务 但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信托业 就是合准办理信托业务之银行的证券 就是信托业务 所以答案这个答案应该是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再答一题 然后就往上89 那个银行李专介绍金融何者是错误之行为 就是那个未提供 所以当然是三 然后未提供 所以这样有些题目也是很简单